侍女边哭边解开身上的腰带 带身上剩下最后一件杜兜后 满脸不情愿地扑到男人身上 我真的很喜欢公子 我每晚做梦都叫着公子的名字 男人全身都在抗拒头怀送抱的侍女 表现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朝前方瞥一眼后狠心推倒十两 以此讨得花魁度十娘的欢心和信任 十娘看见后内心十分窃喜得意 心上人果然靠谱值得托付终身 结果李贾趁他不注意就找到十两 好大胆啊 你不怕十娘进来吗 十两面无表情地看着道貌黯然的男人 任由他把甜言蜜语说成话也不作回应 这一幕刚好被身后的小男友狗子听见 误会十两是贪慕虚荣水性洋花的女人 随着满院子的梦一托带命中参加贪辑 十两小心翼翼维护的恋爱也宣告结束 如此悲剧接应一个可笑的爱情考验 花魁度十娘是江南万花楼的业务标杆 风情万种的走资能倾倒万千好色之徒 无数达官贵人愿意为他甘愿豪至千金 楼里新来的姐妹也总请教他撩人手段 但杜十娘的恋爱恼成了青楼里的异类 疯狂搞钱的同时也离不开找如意郎君 人间清醒的姐妹忍不住嘲笑他太天真 最后在老宝的死亡凝视下硬生生改了口 推开窗户望着楼下的臭男人们 提点姐妹他们都是敛财的工具 收起心思认真搞钱才是真本事 随后姐妹们都跑去了前厅跳舞 十娘则开始接待开包厢的大爷 不挑不选钱给到位就照单全收 武厅悦尔的歌声引来很多学子看客 富家少爷李甲也被朋友拉了进来 他初次进入青楼瞬间被迷花了眼 青涩稚嫩的模样与周围格格不入 十娘被勾得心神荡漾没了主意 使了小心机故意摔在他的身上 清秀俊美的少爷太对他的胃口了 痴痴地盯着李甲的脸没了反应 眼波流转中都是对异中人的深情 但十娘每日都撕混在男人堆里 最懂得男人贪图美色的裂根系 时间到了樱花的初夜拍卖会上 少女舞动曼妙地身姿抬高身价 李甲看着美色不自觉地舔嘴唇 十娘趁机设计试探男人的品行 端着竞价的托盘送到他的跟前 李公子请投标吧 我来只是来看看 李甲赶紧摇手示意拒绝参与其中 好兄弟也喝得醉醺醺地说些胡话 我这位同学是第一次来 还是个童子鸡呢 十娘看着眼前纯情又青涩的男人 笃定他就是自己寻觅半生的良人 等李甲赫的烂醉没有知觉反应后 十娘连忙将他抬回自己的闺房内 他越看越满意越觉得他值得托付 并且没谈价钱就主动睡在他身边 男人早起摸了摸口袋后却慌了神 他实在没钱付账准备偷偷溜走了 被装睡的十娘大喝一声叫住步伐 软弱没主见的男人瞬间服软妥协 选择留在万花楼和十娘私混度日 十娘也对心上人极尽温柔和体贴 男人付出一点他就回报百倍千倍 妄想得到男人全心全意完整的爱 李甲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他的申请 十娘却开始筹谋获得自由嫁给他 十娘看着薄薄的生气喜极而泣 他摆脱十年的束缚获得自由了 所有委屈都在他撕碎的动作中 被一点点稀释消散的一干二净 姐妹们全都真心实意地祝贺他 他在高兴至于瞥见李甲的动作 正温情默默地摸了十两个头发 凑在一起是那么的暧昧和和谐 十娘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很厉 他为了这天的到来付出了很多 绝不许任何人破坏多年的战果 有记得他和李甲刚在一起那会儿 两人柔情利益日日都腻歪在一起 男人更是沉迷每人相忘了要磕口 磕口袋里的钱中有一日会花光的 他刚开口想要跟十娘告别去磕口 却又在他深情的注视下怂了胆子 于是将最后的一块骨玉拿了出来 变卖家当继续在万花楼包月住下 十娘被他的爱护感动得快要流泪 不仅不收钱还自掏腰包养着李甲 青楼老宝看不惯他吃软饭的样子 别说我不提醒你啊 烟花地不能丢人啊 男人拉着好友抱怨老宝不讲人情 甚至开口朝好友借钱继续包十娘 被朋友嘲讽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所有人都看出李甲是个没担当的 唯独十娘被朱优蒙了心看不穿他 还跟老宝夸赞他是有情有义的人 在两人一来一往的争执中才发现 原来是老宝帮十娘做了场试探戏 为了更深刻的感受确认他的真心 十娘伙同老宝又做了一场戏试探 十娘答应老宝今晚演出接客增加热度 李甲冲出去抓住十娘的手摇踏回房间 深情多金的李大爷捧着千两黄金相约 大爷的超能力狠狠刺激了贫穷的李甲 无论十娘怎么好言相劝他都不要离开 气得老宝招呼客人们上前评出道理来 并进一步讽刺他是一个无能的窝囊匪 来青楼不花钱就算了还要女人养着他 休得李甲掉头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十娘死死挽留开始为他说好话 按照十娘的身价就是收万金也不为过 但老宝自信李甲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 于是自降十娘身价只要千两黄金就行 并需要在十天之内凑出这些金子赎身 十娘一听略施小记就让老宝重申要求 并提议让他和李甲一起击掌为事 老宝一步步陷入十娘一生二娘的圈套 但李甲是个又穷又耸的愣头青 重压之下头也不回地离开青楼走了 十娘千叮咛万嘱咐的十天后来接他 他跑出来就露出无助又可怜的神情 不知道该去何处凑钱为十娘赎身 最后又找到领他入青楼的朋友借钱 但朋友怎么可能借钱给他去青楼潇洒呢 身无分文的李甲走投无路之下 躲进寺庙里摆烂掩盖自己的软弱无能 竟是一文钱也不想办法去凑 眼看着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 十娘却迟迟没有李郎的消息 李甲抬了回来 知道他没有凑到一分钱之后 十娘立即捧出千两黄金给他 并解释其中一半是姐妹们凑的 另外五百两是他变卖所有珠宝得来的 以此表明了要和他在一起的决心 李甲看到金子就两眼放光 熊啾啾气昂昂地去找老宝了 十娘也终于从青楼中解脱出来 陪着李甲一起坐上返家的船只 十娘穿上红架衣看着眼前的男人 执着地想要得到他爱自己的回应 拜托你改一改吧 十娘 你这样会让男人觉得你很烦的 十娘彻底对吃软饭的李甲死心了 打开手上的百宝箱露出所有珠宝 一件件地掏出来细数珠宝的身价 随便一件都比他卖自己的价格高 然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中扔了一件件地 拿起一件件地投入僵中 仿佛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破坏大王 贪婪无比的男人又惊六怒地上前 毕生生患着之前从来不说的娘子 企图用爱唤醒陷入魔症中的女人 让他把珠宝财产都留给自己挥火 十娘也彻底对这个软饭男死心了 最后怒成百宝箱 人也随着珠宝投入 他的极端行为不是为了一个答案 而是积攒无数委屈后的彻底失望 自从十娘陪着李甲坐船靠岸之后 男人就借口说服父母后再来接他 将他一个弱女子丢在渡口离开了 十娘日日翘首盼望都没他的身影 晚上还遭到花花公子的偷窥调戏 他都顽强抵抗只为李郎首身如玉 而李甲父母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不仅不接受青楼女子作为儿媳 还把李甲赶出家门断绝了关系 他一想十娘也花光了钱乍不出油 以后再也没有优渥的生活保障 就满面愁容露出一副苦瓜脸 恰好与浪荡老同学孙父相遇 一番打听下 李甲带回来的竟是花魁度十娘 眼珠子一转就有了一个馊主 劝李甲用五千两银子转卖自己 李甲一听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就屁颠颠地跑回码头找十娘 我把你过户了 你现在身价越来越高了 你却是一千两 你才五千两了 十娘被他无耻的言论惊呆了 却还对他抱有一丝丝的期望 他再次试探性地询问男人原因 他却甜不知识地表示吃不了苦 只好把他卖了换钱过上好日子 十娘终于明白了自己所托非人 甲一答应男人愿意嫁给他人后 在婚礼那天拿出百宝箱自爆身价 让无耻贪婪之徒看得见目不着 并跳入江中令女假人才两空 杜石娘怒成百宝箱的故事 大家都听过 这是一个为爱情豪赌失败的青楼女人 无数人都为她的痴雨傻感到可惜 殊不知生命才是最可贵的东西 只要好好地活着 面包会有的 爱情也会有的